白杰 白杰 又做事了 白杰啊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只要不是李春生 你找一个条件相当的好小伙子 妈是同意的 说出去的话 哪有收回的道理 不是那么回事 妈本来就没想这么仓俗地 把你给嫁出去 我就希望我女儿过得好 只要我女儿幸福 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没二话 我经常想我的女儿 应该是神采飞扬的 幸福快乐的过一生 我不想让你委委屈屈的 妈 我不委屈 是我自己想要离开李春生的 我现在心入止水 彻底平静了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完后半生 孩子你这么说话 你让妈觉得 是妈害了你了 妈 如果你真的想要让我离开李春生 就答应我跟葛玉宝的事 挺勉强的 好 回来 春生不在家啊 没回来呢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你干嘛来了 被神的扫地出门了吧 说什么呢 我是我妈的亲儿子 要走也要死她 我说来守着呢 守着干嘛呀 你又想使什么换你 说什么呢 你说傻呀 明天白杰她就订婚了 这边要再出什么妖娥的 那咱们大家的努力 都前功尽弃了 魏如 可以啊 是 这次挺正义啊 是 我怎么觉得 我把喜欢的人 拱手让给别人了 知道你喜欢我 说一次两次就得了 你不烦我还烦 天儿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 一会儿她回来 你把她守住了 就帮我大忙了 给 晚上都擦干净啊 走了 我欠你的 你的为难 你的苦啊 为什么不能跟我说说 不管你想嫁的人是不是我 我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毁了自己一辈子 哎 哎 你还没说 白杰这欲剧环衣一章弄得还真绝 跟老改犯谈够了 转眼又搭上矿长公司 那个三宝追白杰追得死去活来的 哪个能招架的 你春生长得有几分模样 可日子不能靠我们的样子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个当妈的 也活到头儿了 在我和妈眼里 你的命比我们自己的命还重要 小姨 我觉得咱们家是最幸福的 我也是最幸福的 静静吃 过去 谢谢 谢谢 走走走 高兴点 高兴点 恭喜啊 坐坐坐坐 吃点什么 来 来 这儿啊 吃瓜子 吃瓜子 来 感谢感谢 你们请 坐坐 来 亲家 来 你看 咱们这排场还可以吧 可以 人和事啊都不能回首 你说想当初啊 我们丁家和白家 那是远近文明的大祸 就简单一个过节 那正是 那场面 比这个大得多好 你就甭说娶媳妇嫁闺女了 不过呢 实在不同了 对吧 就这样啊 已经很好了 挺好的了 挺好的 挺好的 要是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 等结婚的时候咱们再调 对 对 等结婚的时候咱们再调 来得及 来得及 嗯 高厂长 嗯 这是我的名片 好 钱向利 嗯 白杰的亲戚 哦 对了 妈 我以后 是不是应该改口 叫叔叔 阿姨 一家人了吗 对 一家子了 一家人了以后 嗯 来 可丽 来 小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丽啊 我妈那时候看着你 别让你出去底下胡闹 但是我这心里我是向着你的 那我也不等得罪我妈不是 你只要把我给我绑上 既能蒙过老太太 你还能顺顺利利去找你的白杰 两全其美 来 小哥 你还犹豫什么呀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跟你说爱我妈的意思 你哪里也不能去 我把你绑上 当然你要不想见白杰 我也不所谓 委屈你了 快点 来 行 好 好 小哥 我这么一走了之 行 你别啰嗦了 赶紧走吧 你以为那老太太不会来查岗吧 你前脚走她后脚她就来了 我跟你说 你要再不赶紧去 三宝和白杰的事 就真不能回头了 谢了 表哥 赶紧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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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过来宾 女生们先生们 大家 中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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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这个大喜的日子 我们欢聚在此 共同来见证和祝福 葛玉堡先生 和白姐小姐的订宫典礼 好 好 好 来人 来人啊 救命啊 怎么了 李春生吗 哎呦 还吹着 你看我都扇成这样的 你不救救我 人跑了 你个废物 你先别骂 先松个绑行吧 废话 废话 音乐 想起来 我不讨厌 这 这这儿是谁啊 李春生 李春生 怎么回事啊 李春生 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来了 什么人啊 不知道啊 这混蛋 没事 别理他 别理他 不知道 白姐 你不能盯这个婚 李春生 愿赌服输 你这样做太把我哥们儿义气了吧 我没给你赌什么 赌什么了 赌什么了 白姐 刚才我在角落里躲着 我告诉我自己 如果今天我看见一个 满脸幸福 笑颜如花的转心娘 我绝对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我希望你幸福 即便是这幸福不是我给的 可是我今天就没看见你幸福的样子 我只看见了悲伤难过 白姐 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这么琢磨自己的 李春生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跟我走 走什么走啊 李春生 行 你对我不忍 你也别怪我对你不义 我今儿跟你拼了我 走 快走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追去啊 快走快走 他伤了吧一姐 快走快走 带着啊 太帅了 放手 放手 你别弄他 我去不走 你去不走 快 你疯了 你疯了 我看着你糟蹋自己 我当然疯了 大姐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看着你不高兴不开心 我想带你离开这个地方 咱们重新去个地方 重新开始好不好 不用了 来不及了春生 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陪不上你了 我已经不再是你认识的白杰了 我认识的白杰从来就没变过 从来就没变过 从来就没变过 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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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破坏我订婚 你还见我未婚妻 今儿不如历死就我活 死死你了 别打了 你给我干 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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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罢你 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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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破坏 白杰 我罢你 谁破坏 谁破坏 我罢你 我罢你 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 白杰 你给我跟我走 妈 你口口声声说你在意白杰 你做的每件事都在伤害她 你告你 以后不信再见她 听见没有 走 陈怡 放开 你放开 陈怡 陈怡 咱俩事先说好了 说好了不轻易 决定白杰的婚事 今天你这是打死我 我也不能看着白杰毁了自己 你快松手 别松手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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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 松手 你听我说 你先回家 你让我跟李先生把话说清楚 我求你了 妈 你别忘了 你是订了婚的人 妈 妈 回头算账 李先生 李先生 你听好了 没有人糟蹋我 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选的 我的心早就已经不在你那儿了 你认识的那个白杰已经死了 以后别再来骚扰我 白杰 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 你还不如直接捅她两刀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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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你要是咱俩之前还有交情 从现在开始歪了 从今往后咱俩势不两立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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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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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等待的路 春已过几年 远方樱花照亮 只一人 我爱你 嘲嘲声声说你再意白洁 你做的每件事都在伤害他 你目的是重宣伤起 以为却聚散散泥 春少 春少你在里面吗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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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一声啊 你没事吧 我进去了啊 我没事 你赶紧回家啊 以为总有一点 两种勇敢 却谅碌到哪个梦境 心悦你的事吧 他李春生就是没安好心 妈 您先别生气 你看 我觉得这一次 李春生彻底把我姥姥给得罪 本来上次他打了我爸 我对他印象还挺差 但这次 我觉得他办的事还挺帅 小姨 你问你怎么了 没事了 去学习吧 小姨想一个人的 陪你一会儿 去吧 妈 这怎么回事啊 这要公事三天的 谁让你撕下来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开除李春生了 他怎么了 这不是公报私仇吗 什么公报私仇啊 李春生他连反思错误的 检查都拒绝写能不开除吗 再说了 那辞职也是他自己要求的 不可能 他没事辞职干嘛呀 就行了 我没心情跟你吵 反正这个电影院保不住了 马上就交给人家了 你呢也就消停消停 你 你 有话你就直说吧 我告诉你 我这儿来者不怕 怕者不来 你要想打架 咱找宽敞地方 但是想让我离开白姐 我告诉你 门都没赢 再等等 等什么等啊 小爷我有的是事呢 赶紧的 我去吧 白姐 李春生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没有 没别的事啊 我呢就是想正式地 给你们道个歉 这段时间呢 我做得太过火了 对不起 你说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道歉是真的 祝福呢也是真的 这个 是我的贺礼 本来想 送给你做礼物的 算了 当做贺礼也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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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你的 也许对你有用啊 这是照顾白杰的注意事项 吃穿行 我都总结了一点 白杰啊 身体 不太好 在吃上面一定要迁就他 让他 让他注意休息 你喜欢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呢 你别带他去了 白杰不会喜欢的 这高兴的事我怎么弄得这么紧张呢 还说的我也说了 好 这么好的姑娘 交在你手上 你要对她好一些啊 你要照顾好她 保护好她 不要让她受委屈 不要让她难过 大家要教你三宝 因为你那副少爷作为 以后你也是有 未婚妻的人了 你要像个男人一样 让她信任 依赖你 这天 塌下来替她顶着 地 陷下去替她撑着 律师长 你这番话 说得确实挺感人的 这不会又是你的什么苦肉计吧 祝福和道歉我都送到了 你心愿也了的 祝福你们 李春生 我可找着你了 没事了 我走了 大姐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委屈啊 你这么对一个死心塌地对你的人 你会遭雷劈的 你怎么说话呢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潜香利同志 电影院今天就正式交给你了 谢谢领导 谢谢你的信任 我听说领导 调回矿里 升任当处长了 恭喜恭喜 以后有什么事 您还得多多关照 您好好对待这个地方吧 您放心 我知道您老啊 见证了咱们这个电影院的辉煌 交在我手里 我一定让咱们这个电影院 就冒唤心炎 再次焕发生命令 好 我走了 那我走了 领导您慢走 我送你 怎么样 恭喜啊 心愿达成了 我跟你说 这才是万女长征 走的第一步 接下来抓紧通知工程部 装修 施工 工程部的会议 安排在今天下午 你真的要让三宝进公司吗 怎么 你是不是觉得 这是个草包 我告诉你 草包 怎样有草包的用处 你回头通知工程部 让他们给三宝安排一个监工的活就行 工资可被亏在了人民 别掉个脸 我告诉你给他的工资啊 就当是我们给矿场的上工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但是还有一个人 什么人 答应卫之国吗 那个人呢 不重要 无所谓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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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帮你联系 这都是我们钱总吩咐过的 赶紧走吧啊 那是你们钱总答应我的 行 这样 钱总我不能见是吧 那总经理秘书我总可以见吧 你要是能见到总经理秘书 我们钱总干嘛不见你啊 赶紧走吧 走吧 走吧 我们还忙着呢 我 行 你们给我走着瞧 怎么突然又要去南方啊 在家这边找个工作 又不是找不着 我想出去散散心 那边有朋友也好施展 来 志国 妈 你表弟又要去南方 快帮我劝劝你表弟 劝 妈 我有什么好劝的 文艳 你说你在南方待着好好的 你回来闹这一通干什么 你把我的事搅黄了 你高兴了 他也没屁股你走人了 怎么说话呢你看 表哥 那天我绑了你对不住 领导的事情我会帮你解释的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现在是孤家管人 我等着当下岗职工的 我能跟你比吗 哎呀真是 春生啊 你先回去 这事啊 咱们回头再好好商量商量 好 那我先回去陈子 哎 老师我先走了啊 白姐 怎么样啊 退伤了 没事了 没事就好 就是你太弱了 刚才你姐来看你来了 快去医院值班待了一会就走了 还有三宝 三宝给你买了好多营养品 都在外边放着呢 三宝这个孩子 虽说有点小孩心性 但是关键时刻立场还是蛮坚定的 我相信我的眼光没看错了 妈 累了我想睡会儿 我知道你不爱听我说的话 不过我相信时间长了你就能理解了 歇着啊 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你做 嗯 嗯 歇着吧 行了啊 大家别垂头丧气了 我这是下海捞金 我这逼不得已 大家都高兴点啊 啊 春春大哥说得对 明天大哥的能力 绝对不能在这种小地方取材 没错 来 我们断气酒杯 高高兴气的 好吧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高高兴气的 哥 你以后要混好了 可不能把我们给忘了 怎么会呢 不管我那儿怎么样啊 以后大家来我一定全程招待 不过我李晨深啊 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们 帮我照顾白杰 像青妹子一样照顾她 就算我李晨深 临行前 求大家最有件事情 春春哥 我就觉着吧 你说她都对你那样了 哥这叫高风亮节 哥 就算是为了你 郑舍 保在咱们哥几个身上了 我李晨深啊 谢谢大伙 谢谢 郑儿 刚才春春大哥还念叨你呢 你忙啥去了 对不住 大家 去合纵去了 迟到了 我去合约了 取合同 什么合同 我准备外出武功了 外出武功 你怎么突然想起外出武功呢 你为钱吗 对 那边工资不低 就是有点远了 来把合同我看一眼 去 我去 我去 管你 我带着手 哪儿 你可知 你能看他 在哪儿 我 你跑着 我在这儿 你继续 就好 你继续 我去哪里 她去能识她的自由 自由 完了 我的天 我跑过来跟你说这些 我就得到你俩字 自由 我真是闲的 我 郑峻 你是不是傻 李春生是李什么人 你那么听她的话 合同呢 明天就把合同送过去 合同被春生哥撕了 夏美 我觉得大哥说得有道理 挣再多的钱都不如家重要 没钱哪来的家 大哥 大哥 他这么坑你 你还舔着脸叫人家大哥 他这么坑你 他真的不坑你 我正是在坑你 坑这个家 春生哥没有恶意 他还给咱们钱 让咱们去做点小生意 但是我没用 你放心 夏美 我肯定能养活你 结婚这些年了 我身上有哪件东西 是你挣钱买给我的 要么你和李春生过 要不你就好好务工挣钱 要不然我们就散了吧 要不然我们就散了吧 我不为难你 你也别扯着我 我们好聚好散 今晚上我要加班 我先走了 你这是什么话 我的意思是 离婚 你不出去就离婚 你不出去 兄弟 别怪哥哥没提醒你 我可是看见你老婆和那个钱总 姐 你干嘛呢 你喊什么你啊 怎么把她妈喊进来 你 你这干什么呢 跟做雷似的 告诉你也行 正好明天给姐帮个忙啊 不打算跟你吹声吧 你要私奔 你肯定死什么不死什么不 你缺心点啊你 不长几日 上次是你爸了 明天给我帮忙 听见吗 这 这要让妈知道 这不得扒了我的皮啊 你怕咱妈搬你皮啊 嗯 那你就不怕你姐杀人灭口啊 姐的手段可比咱妈 残忍多了 那 那那那你那你要让我干什么 控制住咱妈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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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轩儿 你怎么来了 我来送送你 送什么送 我又不是不回来 也不知道你这么一走 我要走多久 我也不知道能帮你做点啥 我不需要你这么感恩怠怠的样啊 你好好过日子 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难处 你跟我说 你媳妇那儿多上点心 昨儿 我没让你签那合同 还没跟你闹吧 闹倒是闹了 不够中午啊 给他送个饭 到时候把话说开吧 好小子终于开窍了 别总是闷着头赚钱养家 你得学着哄哄人家 嘴巴呢 别话也别少了 饭菜别简单了 行了 回去吧 哥 今儿 我没让兄弟来就是趴这车 走吧 你出什么事儿了姐 重要的事儿你跟我走 到底怎么了 李春生她今天要去南方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走了也好 你现在跟葛玉宝只是订婚了 还有机会回头 你别等着见不着李春生了 你再后悔啊 走吧 快去混责去 必须去 就算你想好了跟葛玉宝过一辈子 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跟李春生做个了断 说呢 走吧 请问夏妹在哪儿 我刚刚还看见她呢 应该在楼上呢 谢谢 没事 宝宝也想吃 你自己什么呢 我要你喂宝宝 吃吧 好吃 不是 承军 跟我回家 我不走 我不能走 你听我说 我不能走 承军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我不能走 把手送开 干嘛呀 你有本事冲我来 冲一个女的撒什么眼 你是不是男人啊 敢动我老婆 敢动我老婆 你还想动手啊 来呀 我你放 我让你平 我 来呀 大军 这不是你家人的地方 快 赶紧走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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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拉出去 你赶紧走 好好地教训教训 你赶紧走 师傅你快点开 我这赶火车呢 哎呀够快了美女 老牛似的 哎你慢点 哎呀这再一会儿要快 一会儿要慢哪 快点吧快点 好好好 我让她 回去 回去 到这儿 到这儿 到点我住手 走 我让你走你不走 你这又是何必的 快快 郑军 郑军 快给我郑军 我快出 哎 哎 姐 我就不陪你进去了 姐姐在旁边 你们说话也不方便 一会儿见着她 你跟她好好谈 别留遗憾 我觉得我说话也不是 说话也值得了 你还值得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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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先生 你来干什么呀 我跟你一起走了啊 你瞎胡闹啊 你挺大一姑娘的 我不管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你说有病啊 郁处来个路上看见郑军了 就在钱象力的公司门口 让他们给打了 满脸是血 你说什么 郑军让人打了 本来是因为他媳妇那点事 要是找媳妇还得找我去 怎么了 大哥 你走不走啊 老板 老板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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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娟儿 怎么回事 轩上哥 你怎么回啊 你都这样了 我能走吗 我没事 什么没事啊 到底为什么呀 钱强丽为什么打你呀 你别问了 问我一迟的 娟儿 你这打不能把眼儿 怎么样 见着了吗 你怎么回事 你这怎么了 可能这早上吃得不太对劲了 脸都白成纸了 一会儿跟我回医院 真没事 就是吃得不舒服了 不行 身体的事可由不得你 别走 行了 行了 多大点事啊 难道 你还真舍不得那个窝囊飞啊 谁舍不得她了 你把事做绝了 我离了货你又不离 那我怎么办呀 我养你啊 你还怕我养不起你啊 我告诉你 我之所以现在没离 是因为和白家 有好多扯不清的事 还没解决 等我解决了这些事 我就离婚 别着急 好日子 是需要等的 真的 还能骗你 你 傻样 警报怎么想啊 我去看看 李春生 夏威儿 你先出去 我想跟她谈一谈 去吧 李春生 李春生 你想干什么 替我兄弟啊 讨个公道 你说郑君 我告诉你 那是他自找的 我明白了 想额钱是不是 好 我说 说你 够不够 拿去 钱江丽 我是警告过你的 你警告我 你太可笑了 我告诉你 我干的事 老天爷都管不了 你来管啊 老天爷不是不管 只是时候没到 李春生 就你们这些穷鬼的脑袋 是理解不了我的生活的 你还说了 你还说了 你替别人出头 你算老几啊 我是郑君的兄弟 这头啊 我还出定 是我把你带到派出所呢 还是跟我去医院 赔礼道歉呢 你做梦吧你 我去赔礼道歉 我告诉你 我钱相力做的事 我还真不怕别人知道 不怕别人知道 难道你忘了 你是有家的人 你是有孩子的人 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呢 难道你就不担心你的女儿吗 不担心你的家吗 我们家的事 用不着你在这儿指手画脚 李春生 我最近啊 遇到的麻烦 有一半都是你给我惹的 你别给脸不要脸 不用你给 今天啊 我就好好帮你捋一捋 你这脸 李春生 我警告你啊 你可是有前科的人 你又把我逼急了 我真把你送进去 你信不信 我信 问你疯了吧你 李春生 上次你进去 就是因为白杰 要不你早吃窝头了你 你还敢给我提白杰 怎么了 快 赶紧 赶紧 回家 你干什么 赶紧送上 送上 这哪儿来的 不管得着吗 我问你这哪儿来的 我向好送的 这证券是我送给白杰的 你送给白杰 任正商 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白杰就是我的相好 你是不是受不了 如果我再告诉你 如果我把白杰上了 你现在就是绿头王子 你是不是得疯了 江江脸 你干 废了吗 是 是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他要 是 你干什么 他要 他要 干什么 кр ТЕЛЕФОННЫЙ ЗВОНОК ... 歪 吸a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杀人 杀人 你还行吗 雷霜霜 雷霜霜 你赶紧搜索 你 你 搜索 快放搜索 杨茜 你这 杨茜 姐姐你让 春生 春生放开 放手 松手 春生 你 你春生 姐姐你干什么 你 你松手啊你 你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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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生 你松开 你放手 把他拿下来 快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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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怎么样 我帮你报警吧 不能报警 赶紧要救护车 陈生 你赶紧走 妈 我爸都伤成这样子了 你怎么 你 走 快走 走 快走 你怎么办 快走 兄弟 来人 把他抬到车上去 走 快走 姐 过去表哥 小姐 怎么了你 快走 走 走吧 李淳生 李淳生 我跟你说 我不管你是为了你自己 还是为了白姐 别折腾了 不是他折腾 都是钱向力 阿兵姐啊 我今天动手呢是有原因的 也许有一天我会给你解释清楚 还等什么有一天呀 不就是因为他打正军吗 张桂枪 钱向力不分情红造白就打正军 李淳生看不过他欺负人才动手的 那你再这样下去 就把你跟白姐的未来都给断送了 你知道吗 为了白姐我更要动手 我忍不了任何伤害白姐的事情 怎么还有白姐的事啊 钱向力对白姐做什么 别问了 反正我饶不了她 白姐是我妹妹 大势大非面前我也不会含糊 但你得听我一句 就算是为了白姐 别再做什么不理智的事 你赶紧找个地方帮她把伤子处理一下 你怎么还跟她在这儿说话呢 你赶紧送我爸去医院啊 白冰姐 让你为难了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我爸不会饶着你 对了 白姐今天去火车找过你 但是这会儿你就别再去找他了 你们都冷静几天 还好我小姨没有嫁给你 我姥姥说得对 我小姨嫁给谁都不能嫁给你 那走吧 但 白姐怎么了 你怎么了 前向力 你告诉我呀 怎么了到底 白姐 躺下了 这怎么躺下了 来 梦好不细躺 还是让我半喝了 这怎么了这事儿 妈 妈我最近胃也不太好 闻到这些油腻的就 就特别像反胃 你就是身子太弱了 你得多注意休息啊 你说这葛伊宝这孩子挺逗的啊 他对你姐夫那一谈事儿 特别伤心 我看这孩子挺逗的啊 这孩子将来是赚钱过日子 凑不了 可是你别 像你姐一样啊 你得留个馅儿 行了 妈 我累了想睡会儿 行 你休息一会儿 完了喝鸡汤啊 妈再给你热 躺下吧 行 我告诉你 郑居 我把你老婆睡了 她睡得不止一次 郑君 人呢 慢慢慢 小心多吧 小心 怎么回事 白冰安 你不是大夫吗 你一共找点脂肪剑 疼得不行 这儿又不是我说了算 就算是医生没给你开个药 我也不能给你乱用 这怎么了 不是 还疼得厉害 来 我看看 你干什么你 疼 什么痕 是你吗 行了 再观察一会儿 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不是 你说得轻巧 这伤没在你身上是不是 就是赵姨 我爸都伤成这样子的 不用住院吗 你看她的头 你别担心 你爸除了胳膊脱臼啊 其他都是皮外伤 不碍事 什么叫不碍事 怎么说话呢 我这头伤成这样歪一股 三长两短我 医生都说了 就是皮外伤 你别在这儿小提大做 好 我小提大做 我直接给全残废 你们就满意了是不是 爸 你知道我妈不是这个意思 千小丽 有气你别冲白饼撒啊 差不多就行了 我从进门到现在 你就没消停过啊 小超 你去忙吧 谢谢啊 你也别老是过分了 疼死我了 还是疼 现在动不了 哪儿疼啊 爸 哪儿都疼 别别别别 你出去等会儿 我有话给你爸说 我想陪着我爸 你看我 我在这儿还不够啊 没事 去吧 你真是小子 太混蛋了 吓死我这么狠 我饶不了他 李春生 他为什么会打你啊 他 他为什么打我你问我啊 还能为什么呀 不就是看咱家白饼杰 跟三宝好了 他气不过 他有邪火没出发 不就冲我来了吗 不会那么简单吧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冤枉他 白饼同志 你到底是我媳妇 还是我仇人哪 怎么说话竟向着外人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实话就是 我是你们老白家的替罪羊 钱向力 你别以为我没看见 白饼身上那些伤 还有他胳膊上的牙印子 白饼现在变成这样 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不是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不出称号状的吗 怎么 真是莫名其妙你 钱向力我可告诉你 白饼 不仅是我妈的心头肉 也是我的心头肉 我们不允许别人欺负他 他现在这样 如果真是你干的 你就给我等着 我豁出我这条命 我也饶不了你 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 他冲车祸又不是我撞的他 又不是你冲的一个状态的人去啊 白饼我告诉你啊 自从我娶了你 进入你们老百家以来 我任劳任冤 我当牛做马 可你 正眼看过我一眼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这么多年 我也受够了 我跟你说把话说明白 这日子能过咱就过 不能过拉倒 谁离开谁不能过呀 别吵了 你们在家吵就行 怎么在医院里吵呀 你看我爸现在 你 晴晴啊 咱们回家 不治了 回来有什么意思 妈 你看你把我爸记得 我爸这样伤着呢 妈 爸 晴晴啊 你都看到 你爸伤成这样 你妈她什么态度 爸你少说两句吧 我帮你去救我妈 妈 咱们回家吧 你干嘛 你这头上有伤呢 你要去哪啊 李春少 你别犯婚了 都打她一顿了 还要干什么呀 让开 我不让 去吧去吧 你去把她杀了 然后你再进去一次 你进去一了百了了 沈子怎么办 沈子为你哭瞎了怎么办 你不管沈子 不管别人 你爱的白雪怎么办 你就那么想看着她 嫁给葛三宝吗 去哪儿啊 妈 妈 我觉得你今天必须得跟我爸道歉 你不管怎么说 我爸都伤成那样子 你先让着她呗 你说你平时 你都没有跟她发过火 今天 大人的事 没你掺和的份 想看小英就跟我走 要照顾你爸 你就回医院 其他的事不许打听 也不许办 可忘我爸又吼我 你吃枪药了吗 你站住 能不能听话 你别进去 你让开 你打死我也不让 你说你头上都有事 你进去干吗呀 我有重要的事 你不就是听说她去活着战了吗 没准人家是去让你死心的呢 生死有关的大事 张桂枪我不跟你开玩笑 你拦也没用 拦也拦不住 我不管 你不能进 张桂枪 你再拦着我 我不知道我干什么事啊 你想干吗呀李春桑 焦虑 定义 定义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在干吗 你去哪儿 跟我走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李车上 李车上 你我来干什么啊你 你说你要干什么 你三放五次的你过来 干什么 定义 我今天啊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跟白杰叔 就算你要报警 也让我把话说完 你还真提醒我了 我告诉你今天我要不跟你吵 我报警我骂声报警 定律议 别报警了 女神上有什么话你赶紧说清楚 我得报警 别别别别别 让她说清楚了 要让她拿着人忙碎我 别在用你手心里 别别给定律议 好了 歇会啊 给我把门打开 打开门 我找到了这个 我以为我们俩分手了 你就把她给扔了 结果今天我在钱乡丽那儿找到这个 白姐 我什么都知道了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个王八蛋什么都告诉我了 你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你还要扛多久 知道了为什么还会承 我能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吗 这跟你没关系 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了 我要去报警 我不能让你就这么被欺负 我要让她必须付出代价 必须付出代价 这不是一个人的代价 是我们整个家 为了这个家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李春生你快点 都是因为我让她有即可撑 让你白白手欺负 可是你这个样子 你让我以后怎么活下去 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你走吧 走 李春生你 你 李春生你 你还想来我们家里 你别打人家 李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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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拉着人家未婚妻不放了 你们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我妈呢 被我关在屋里了 你 你凭什么关我姥姥你 姥姥 李春生啊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白冰姐啊 我今天就是想见白姐一面 白冰 赶紧报警 赶紧报警 妈 你这么报警啊 妈 你你怎么还提她说话呀 姥姥 她 她把我爸都快打死了 她 我妈还为她跟我爸吵架呢 什么 李春生 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 我告诉你啊 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马上报警 妈 真的不能报警 哎呀 警察来了 还不知道先逮谁呢 她打的是你仗子 你怎么替她说话呢 哎呀 妈 你不讲理你 李姥啊 对不起啊 这段时间我给你惹太多的麻烦 但是今天 无论如何 我得跟白姐把话说清楚 我凭什么给你机会 你三犯五次的你坑害白姐 我不给你机会 我已经忍不可忍了 妈 你听她把话说清楚也好 小姨 你不能答应她 她 她差点把我爸打死她 小姨 丁姨 只要你允许 我跟白姐说完话 你想让我怎么样都行 我不允许 妈 你要真想让这件事情平息 就听她说 你闭嘴 不是 你怎么也放糊涂啊你 别过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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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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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闪闪 闪闪 别追了 大姐 有我在你别怕 我们不能让她逍遥法外 就算把她绳之意反又能怎么样 发生的这一切已经改变不了了 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来承担 至少我的家还跟以前一样 你让我拿着去呢 快 快点快 你出来不说清楚 永远都没完 你们俩不说清楚 别拉着我了 别拉我了 怎么了 拉我了 没事我没关系她 我扶你啊扶你 扶你 扶你进屋 我哪有 你知道你白白受伤害吗 最悲甘受伤害的就是你 我必须让她付出代价 我求求你 我必须给你讨回公大白姐 你放弃吧行吗 公道的代价就是让白家家破人啊 我活不成我妈我姐也活不成 晶晶还那么小 你要她怎么面对这么龌龊的事实 我已经这样了 我不能再毁了我家人的生活 你怎么会这么小啊白姐 你不能伤害自己啊 我求求你不知什么 白姐 姐 姐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姐 姐要是知道 就是不要了这个家了 获上我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 对不起 白姐 白姐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一定能给你一个说法 什么都可以糊涂 可这下不行 白冰 把你妹妹带进来 春春 这下不用你管了 走 走 跟我回去 走吧 走吧 再不走出人命了 没有那么傻眼 我 再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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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小心点 疼吗 这个 没事 还好 别担心 过几天 我就又能活蹦乱跳 公司这么一大摊的事 我不回来能行吗 委屈你了 你说事都闹成这样了 我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我只有离婚这一条路了 担心什么呀 不是说了我养你吗 我告诉你啊 我在城里还有他商品房 你可以搬过去住 其实是挑明了也好 我还真的不愿意 让你再回到那个窝囊废身边 你话说得轻巧 你真要让我当你一辈子的情人吗 那我这一辈子 又来了又来了 跟你说什么了 等我摆平跟你摆家那些麻烦事啊 我指定离婚 我肯定会把那个木头踹了的 喝水 没良心 就不应该管你 饿了吧 你给你下面去 你回去吧 我回去 你回什么回啊我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能放心走吗 你干嘛呀 还伤着呢 不碍事 谁呀 我来 来 你干嘛 我干嘛 然后你去干嘛 你为什么要干嘛 你干嘛 又干嘛 我干嘛 他干嘛 都干嘛 还挺帅的 我干嘛 你干吗 你干嘛 你干嘛 妈 您这还求神拜佛呢 妈 春生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我得求佛祖 保佑她的平安 妈 李春生她压根就没走 没走 那人呢 这人肯定还在这边呗 不过她惹了很大的祸 她把人钱将力给打了 打得还挺严重的 不过这人我还没见着呢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 这孩子她一定是中邪了 中什么邪 我看她是本质问题 她本质就是个魂不吝 惹事儿的惊 你说这些干什么吗 赶紧的把她人找回来 人我是要找的 不过张桂香也不见了 我们领导急得血压都上了 这样吧 妈 这晚上呢我也不跟这儿吃饭了 我去把人领找回 春生 经历了这么多事 你对白杰的心 还是一如既往的 大冰姐啊 白杰就是白杰 白杰永远是我李春生心里 最纯洁最善良的姑娘 好 那我就放心了 白杰 这些事不应该发生在她身上 都是我没有保护好的 今后 你要帮我好好照顾她 白杰做出的牺牲 完全是为了这个家 可是建立在白杰痛苦之上的家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能让她一个人 去承担这么多的苦难 我是她的姐姐 我首先是她姐姐 其次才是别人的妻子 你这儿 有没有证据 能把她神之以法的证据 有 而且是钱相里亲口告诉我的 所以我肯定不会放过她 是该给白杰一个说法 你说得没错 她必须得付出代价 我要去公安局报警 白冰姐 剩下的就是我的家事了 不用你管 白冰姐 吃茄子打卤了行吗 你在家你怎么不开灯啊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你没有什么要不开灯啊 既然你都提出来了 郑君 闹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离婚吧 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个 你之前哭着跟我说 你说你跟那个钱相里 什么怪气都没有 我骗你的 如果没有闹交 也许我还会继续维持这个劲 不想伤害你 可是现在没意思了 我们还不如分开得好 现在连骗都懒得骗我了是吧 我们的婚姻开始就是个错误 你痛苦我也难受 那个钱相里究竟给了你什么 让你这么心甘情愿地做她的情人 她能给我我想要的 你给不了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一直在努力 我一直在为这个家努力 我一直在为你努力 你不想这样的对不对 那是她逼的你 那是坏人的 都是她的错 我去帮你教训她 展军你醒醒吧 一个巴掌拍不醒 你要跟男人的样子好不好 明天我们就去林展军 你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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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军你疯了吗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看我 你会玩的 我看我 我看你 你会玩的 好 我看你 你会玩的 我看你 你会玩的 你会玩的 白杰做出的牺牲 完全是为了这个家 你这儿 有没有证据 能把他神之以法的证据 有 而且是钱相礼亲口告诉我的 阿姨 你说这里春生也真够过分 那姐夫现在怎么样 没事了吧 没事 你以后可别向钱相礼学习 你说他忙着工作 啥都不顾了 这白杰啊 和他姐姐比不了 没吃过苦 没受过累 是我捧在手心里把他养大的 我也不希望他今后的日子 过得嘈嘻劳累 阿姨这个您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白杰受苦的 阿姨 我进去跟他说两句话 看过我 别 别 他不想见你 让他缓一缓吧 你先回去吧 行吧 那先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对对 我明天再来 心一大了 来不来都行 阿姨那我走了 好 我走了阿姨 走吧 我送你了啊 不用了 瞧这嘴咀嚼的 能挂个油瓶了 小姨咋样 还能咋样啊 就是哭呗 看过小姨那样 我都不好意思生她气了 你生她气干嘛呀 这都是李春生的错 可是我妈老替李春生说话 哎呀 行了 小孩子家家 别管大人的事 去 回自己房间去 他以后来拍马屁了 拿着吃吧 大早上的怎么门开着 通风哪 老秦 老秦哪 老秦 杀什么啊 杀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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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